今天怀宇看东亚 要带大家缅怀一位 日本企业界的传奇人物 享有经营之盛的美名 他就是京都陶瓷 跟第二店店两家企业的创办人 道胜和夫 24号辞世 想骑寿90岁 他在27岁 非常年轻的时候 就创立京都陶瓷 当时员工才8个人 1985年 他跟三菱商市 Sony等大型企业 合资成立第二店店DDI 如今这两家企业 都进入全世界500强 2010年 他接受民主党政府的邀请 以78岁高龄 不领取任何薪资的方式 站出来 重整当时已经申请 破产保护的日本航空 结果怎么发展呢 短短一年 他就让日航起死回生 冲上2000亿日元的获利 更厉害的是 他花了三年的时间 就可以让日航重新上市 说起道圣和夫一生的事迹 我们用一整集节目来聊 都聊不完 请问石原教授 这位战后日本最著名的企业家之一 日本社会对他的评价如何 他当然是尼南莫里山 道森先生 他这非常传奇的人物 我看尤其日本的充效企业的老板 非常喜欢他 这几天当然不幸的故事的报道 非常多 日本经济新闻我感觉非常多的 他的经营有策略怎么样 非常有感觉像宗教家或者哲学家 他是入耳的出生人 但还非常道德这些方面 很重视的人 因为他的故事太多 不过我个人蛮喜欢的故事 一个里面是 他比较讨厌权威的这个东西 他曾经说过 我从来没有进过这个 金团联的大楼 大企业的老板 而且好像是不太喜欢自民党 所以是民主党集成的时候 他接受这个中建这个日本航空的 蛮有道理的 还有他年轻的时候 他刚刚开始公司的时候 他没有基民住的公司 所以跟找大企业商量做生意 他们都不理我 那怎么办呢 那实在日本的公司 很多从美欧 美国 欧洲 先进国 进国这个先进的东西 不是那好了 我先到美国去 我们的零件去卖给大商商 他们大商商 美国大商商 买我的东西 再进国 日本商商 这个公司有在日本吗 有这样开始在日本国内提升知名度 这个非常有他方权威的这种的观念 我蛮欣赏他的 在当时算是相当的创新 提到道胜和夫的经营哲学 影响无数企业家跟管理者 在日本国内 他设立胜和俗 普及经营知识 也在中国大陆设立 道胜和夫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提升经营品质 启蒙经营理念 举番包括中国几位知名的企业家 任正非 马云 张瑞敏等等 对道胜和夫都相当推崇 请陈老师来谈一谈 为什么道胜和夫可以在中国大陆企业界 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当然我们也很想知道 他奉行的经营哲学是什么 超级重视儒教主义的 所以跟某个意义来说 在中国要把中国的古典拿回来的状况 底下有合在一起的地方 刚刚石原教授也提到了 他有点反对自民党 京都的传统反权威 京都有三家 我认为超级具有特色的企业 一个就是Qcela 就是金池 第二个我们大家都玩过任天堂 第三个女性一定用过的吧 我都不好意思讲出来了 华哥 不过现在当然因为半导体的崛起 比如说松田制作所 另外还有什么 也是Holybar 它的半导体的制程的很多材料 都非常的出品 所以京都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所以生出特别的东西 所以当然他有自己的非常特别的经营哲学 而且因为他的家族跟韩国有点关系 所以对于儒教主义 比一般的日本人更为的熟悉或者是重视 当然刚刚讲的反权威在他的脑袋里面也是存在的 在中国有点被当成神在处理 这两天我看台湾的报纸或媒体反而对他的报导不是太多 但是中国当然认为这两天死了两个世界上重要的人 一个是戈巴欺负另外一个就是到… 发生这偶像 对…京都大学得到他非常多的补助 所以对于养成教育新一代的人才也用了非常多的力气 比如说我们就刚刚讲到他成立了圣和署 这个当然是仿照松下性资助的松下政经署 所设立的一个类似私俗的教育机构 当然是在培养下一代 所以也就是说对社会上的贡献我们也都看得到 而中国也因为他跟中国之间的连结 他也想在中国养成教育各式各样 跟他一样的这样的具有经营哲学的人 只是现在晚间连马云都失踪了 还在宣扬他的事情的话反正有点怪怪的 也就是说完全一个靠着资本主义市场而成长的经营者 希望他不是只有在日本有可能 我们希望在台湾也会出现这样的人 在中国也会出现这样的人 这是我的看法 一位伟大的企业家有很多层面可以开放检验 包含他对社会的回馈 为了培养企业家 道圣和夫自己出资主持经营学习会 取名为圣和熟 一度在国内多达56个分部 在国外也有48个拥有14000多名学生 而他的门徒来头都不小 很多是中小企业第二代第三代 或者上市公司的老板 他还创立公益财团法人道圣财团 透过京都上颁发奖金 给技术基础科学艺术领域等等的杰出人才 另外常态性提供研究经费 并且捐款给京都大学 大阪大学 牛津大学这些一流学府 我们谈到企业回馈社会 厚实社会整体实力的方法有很多 请问冠婷如何让台湾的企业 也能具备这样的视野跟高度 我想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企业 也有非常非常广的视野跟很高的高度 所以我不会特别就是把我们的企业贬低 但是我相信在一些日本的好的这些企业 或者是百年企业 他们一定都有他们可取之处 特别是日本有很多 甚至有到500年的企业存在 一定有他们在培养人才 长期的去培育下一代的精英者的这种要因 所以透过像刚才讲的 这种类似私俗的方式 你说松下正金属也好等等 他就是把这样子的技能 或者是这样子的 或者说按摩之 就是按摩之就是不能够言传的东西 透过这种生活 共同生活 然后共同训练 共同讨论的这种方式 一代传给一代 最重要的是 empower next generation 就是让下一代赔利下一代 所以提供 刚刚你看到提供研究型的经费 给基础科学艺术领域这些 有没有开始想到说 怎么跟诺贝也讲有一点类似 他是不是就是希望能够提供 这样的奖金也好 或者说提供这样的名誉 让下一代的人去追求 更杰出的商业模式 更杰出的产品 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 有更多的企业家 就是企业家人嘛 以人为主的企业家 如果你只是想赚钱 那你就是大财主 或者是你就是爆发户 那企业家他有一定的责任 社会责任在 把这样子的精神 能够从其他的国家 踏山之石可以工作嘛 然后把它带过来 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 努力的方向 但我觉得我们台湾 很多国际的大企业 已经走向国际 也有这样子的规模 跟这样的视野了 看到这我们要问 日本还会出现 下一个道胜和夫吗 日经中文网指出 2019年日本的年号 从平成过渡到令和 有各种版本的 时代经营者排行榜 但是排名第一的 不是道胜和夫 就是孙正义 但他们都不属于平成时代 而是昭和时代的经营者 继续请问石原教授 现今日本社会当中 评价比较高的企业家是哪一位 这个其实很难回答的问题 不过我比较简单的指标 在日本国内拥有最多财产的 一些企业家 第一个是当然大家都在 UNIQLO的YANA 刘景先生 第二是比较美 台湾也许比较美听过 不过日本国内很有名的Keyens 这个公司是员工的薪水最高的 平均的最高的公司 但是卖零件计算机这样的公司 第三才有软体银行 这个孙正义 不过当然这些成功的企业家 日本国内或者国外 当然受到一定的肯定 不过这些新时代的企业家 当然这个他排名第三的 在国外国内像过去的 像Matsushita或者是Sony的 还是Ben天这些过去的大老板 能不能受到同样的尊敬吗 还是很难的我觉得 时代不太一样了 现在的企业家当然是应该是要时代的潮流 全球或者怎么样来改变太大了 不过是像道森先生他的精神还是过去造和时代的 既造业的 有点美好的回忆 不过即使他有自己的精神 自己的经营模式来成功的 所以我们还是他的一些留下来的 这种的传说或者遗传 继续留下来 这个一定有这样的 这样的时代才需要这种的人在 我觉得中国 这个中国的抽象器 为什么喜欢他 还是他的无私的精神 太中国一般的人 他认为是太自私 不过是有些他表达出来是无私 利他的精神还是很重要 当然日本的企业文化也在不停的改变当中 而日本人在台湾创业的经验又是如何呢 之前来过我们节目 日记的CEO佐藤俊分析 日本企业相较于台湾企业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很有耐心 这是什么意思呢 换句话说 这代表他们不善于设定所谓的停损点 反而是更愿意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并且相信长期下来会有好的结果 我们请冠婷提供独到的观察 您在台日两地求学工作 也举办过许多活动经验很丰富 台日组织的特性有何不同 我想佐藤先生的观察 我想是他一家之言 就是不见得是通责 因为每一个不同的企业 有不同的社风 不同的企业的成功模式 有不同企业的失败模式 很难说 所以我们不建议就是把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广泛化 这样有点stereo time 刻板印象 但是就我自己在 过去有在日系的企业 这样工作的经验来讲的话 确实有一些任性 有一些耐心的部分 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很多 那我还记得有一个同事 应该是说老前辈吧 他在公司工作 专严一件事情 这就是专严他们的特殊材料 那专严就专严40年 然后这40年间 他是请假两天 因为他家的这个厕所坏掉 就这样子 从来不就全心全意的 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 我们可以互补的 一定有我们长处 也有我们的短处 同样的日方一定也有 类似的这样的东西在 那不同的企业 不同的社风 很难去一一盖枝 好企业要长久经营呢 恐怕都要抛开刻板的印象 2022年下半年 日本 韩国 台湾 逐步大幅度开放边境 谁做得最好 大家一起来研究 环宇看东亚特别预告 下周四节目 我们推出全新单元 尽情锁定环宇看东亚 掌握东亚震惊情势的 第一品牌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记者掌握全球时事根 最新驱使